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我们不得不关注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忧郁症,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正逐渐成为困扰人们的心灵疾病 李梅的轻声悲剧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解密忧郁症,让更多人提前预防科学条理 重拾生活的阳光与希望 让我们一同洞察自我,深入解析忧郁症 通过对生理、心理和命理的分析 了解忧郁症的根源和发展过程 探讨生理层面的神经地质失衡 心理层面的情绪波动和命理层面的命运因素 如何影响心灵健康 让我们共同预防忧郁症 倡导心理健康,关注身边的亲友 帮助他们排解压力,建立积极的情绪管理机制 提供友善的支持和理解 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温暖 阻止悲剧的再次上演 让我们科学调理心灵 通过寻求专业咨询和心理治疗 学习积极应对策略和情绪释放技巧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良好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锻炼 让身心更加强壮 让我们重拾生活的阳光与希望 相信自己的力量 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共同创造一个理解 尊重和关心的社会环境 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坚强的心理和充实的生活 解密忧郁症 避免里没轻生的悲剧再次发生 让我们一起洞察自我 提前预防科学条理 充实生活的阳光与希望 让心灵的花朵绽放 共创美好未来